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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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开始为高中校报撰写文章 并且在芝加哥论坛报旗下的Cicoco楼上 开设了一个公牛队的博客 我每天都要写好几篇东西 都是些故事 复盘或者是分析 当然 我也开始报道是签短合同的签论 带我到了12年级 我已经收获了一些声明 我接触到了韦王 并有幸和他们建立了联系 那一年我开始报道比赛 要驾车前往逆尔沃基 光看熊路队的比赛 那可是很重要的经历 2013年 我第一次体验了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 那个时刻很关键 让我可以把人和名字对上 并且认识一些新人 一直以来 我都需要推动这些关系 并和他们形成长期的联系 我是从那些我仰慕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以此来描绘自己的蓝图 在这个圈子里 还有很多高素质和开明的人给了我一个机会 在和球员沟通时 你的年龄是不是一个优势 沙姆斯查拉尼亚 真的相信 在沟通方面 这也是一种能力 特别是对于最近的几届选秀球员 但是和所有年龄段的球员交流的时候 你看待自己和尊重他人的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今天进入联盟的这帮小子懂得如何在场内啊去控制自己 他们也了解如何去和媒体打交道 怎样去经营自己的品牌 你能跟我们说说 在交易截止 日前或者自由市场开启之前自己的24小时是怎样度过的吗 沙姆斯查拉尼亚 这段时间显然你会更加忙碌 对于时机无比敏感 但是这个程度的交流整年都在进行 我尽量一直让自己保持抓住的状态 交易可能会有一点不确定性 但是自由市场让我可以有所计划 因为大多数球队都能做到事无止息 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那24个小时里 你就好比在隧道中摸索一般 Paul Fitton 你在FITLATIC有什么目标 我希望在此实现什么 沙姆斯查拉尼亚 我希望自己可以与有所建树 得编辑又更紧密的工作联系 我将会继续将一整年的新闻报道 和专题以及长文专题结合在一起 我想要提升自己 作为文字工作者的能力 我有很多故事想要去写 我很激动能有机会 与FITLATIC旗下的这么多的作者一起共识 他们有着很棒的团队 我很兴奋 能和他们一起工作 Paul Fitton 说说你心目中2018-19赛季中最棒的故事情节 沙姆斯查拉尼亚 我们来说说吧 1.勒布朗沾姆斯转头胡人 勒布朗仍然手握连忙 他连续八次下入总决赛 赢下了三次总冠军 他的加入对于胡人的阵容来说是一次提升 但是胡人本赛季的进步 会如何去影响那一系列的事实呢 像是交易 成就以及其他的东西 而那将会提炼出他在胡人的第一个赛季 2.科环莱昂纳德的未来 莱昂纳德在猛龙仍然很职业 他已经准备好去适应这座新城市 不管是去胡人还是跨船 他对于洛杉矶的偏爱从他要求离队开始就十分明显 但是莫龙肯定会给他一个留下来的理由 当处于健康的状态时 他毫无疑问仍是联盟最强球员之一 因而他的未来对于联盟来说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算上来昂纳德极高的上限 再加上如果他离开后即将面临的重建局面 莫龙队已经握有未来方向的抉择权 3.波士顿是否能从东部突出重围 如果凯里欧纳和哥登海国得保持健康 凯尔特人将是东部的头号热门 而他们的成功将对凯里欧纳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沙姆斯查纳尼亚现年24岁 毕业于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 他在大学主秀新闻传播专业 毕业后他就被沃沙德里安沃纳罗斯基招入麾下 加盟了雅虎旗下的NBA八大团队Divertical 而在沃纳罗斯基转投ESPN之后 他在雅虎体育依然展现出非凡的牵制 而在今夏合同到期后 他选择加盟了Dislatic 武功CN的变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可怜的观点和立场